你可曾知道我们的台湾省究竟有多美 一湾浅浅的海峡隔开大陆与宝岛 一抹浓浓的香愁让人望穿海峡彼岸 太平洋暖湿气流孕育出了这一颗绿色明珠 今天我们就要走进祖国的宝岛台湾 台湾岛本岛是我国最大的岛屿 它南北长约400公里 东西跨度100余公里 总面积约为与其隔海相望 福建省面积三分之一的大小 在这里生活着超过2000万的人口 台湾岛南北跨越将近四个维度 省会台北大约与福建省泉州处于同一维度 南端城市高雄大约与深圳处于同一维度 北回归县穿井而过 将其分为一二热带季风气候与热带季风气候两大气候带 以及台湾岛中部局部的高山气候 其东部直面广阔的太平洋 守东南方向暖湿气流的影响 降水相当丰沛 我国的雨集火烧辽 边位于台湾省北部 年均降水量6000毫米以上 是华北平原的十倍 台湾岛地处亚欧大陆板块 与太平洋板块的缝合之处 两大板块相互挤压碰撞 使得台湾岛中部高高隆起 也构建出了台湾省的基本地理格局 中部为山地丘陵 西部为沿海平原 北侧为台北盆地宜兰平原 东侧海岸山脉 与中部山区之间是花东纵骨 台湾岛山地的面积 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中部山区由中央山脉 玉山山脉 阿里山和雪山山脉 共同构成 统称为台湾山脉 岛内最高点为玉山山脉的主峰 海拔3952米 它不仅是台湾第一高峰 也是我国东部地区最高的山峰 将近4000米的海拔 也让它中年积雪挨挨 远观四域也是它名字的由来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台湾省的大部分城市地理分布情况 几乎都规律地分布在中部山脉两侧 从中部山脉发源的着水溪等五大水溪滋养了这些城市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宝岛台湾 首先我们来到省会台北市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便是台北市的地标性建筑 台北101大厦 通高508米 是台湾第一高楼 中国第六高楼 世界第十高楼 也是游客们来到台湾必打卡的地方之一 台北市区高楼林次致笔 现代化城市气息浓厚 主城区面积与我国辽宁省沈阳大连相当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台湾中部山区的日月潭 大家几乎都在课本上听说过它的名字 而它的美景也名副其实 这里壁波荡漾树林音域 像是镶嵌在阿里山腹地的一颗蓝宝石 在台湾的西河南是整个岛内面积最大的平原 分布着嘉义台南高雄等城市 这里广布凉天卧野村镇兴罗起步 也是台湾省农作物的主要产区 接下来我们来到澎湖列岛 我们都曾在歌曲中听说过它的名字 而真实的它也一定符合 我们心中关于它美丽的形象 它由64个大小岛屿共同构成 这里避海连天美不胜收 在这些岛屿上生活着超过10万的人口 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让它成为台湾海峡的中枢 接下来我们来到台湾岛南部 也是台湾省第二大城市高雄 这里是台湾省最大的港口 长期位于世界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前三 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接下来我们来到台湾岛的最南端 恒春半岛向太平洋中延伸开来 台湾岛的南极鹅兰比便位于这里 这里与菲律宾和巴士海峡相望 同时它也是太平洋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三者的分界点 也是整个台湾岛气候最温润的地区 接下来我们来到台湾岛的东侧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 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的花东纵骨 因地处花莲与台东之间而得名 从中央山脉发源的绣孤兰西 等几大河流斜裹着泥沙 从山巅奔滕而下 经过千万年的冲刷堆积 最终才形成了花东纵骨 也是台湾少数民族主要聚集地之一 台湾岛的东海岸 因长期受风化侵蚀地质运动的作用 地形十分丰富 广布断崖 沙滩海岸接地 海湿地貌等自然奇观 就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清水断崖 也是世界上第二高海岸断崖 绵延20余公里 断崖绝壁万丈 崖底白浪滔天 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也只是宝岛台湾的冰山一角 关于它更多的美 还需要你在未来亲自去探索 这里是中国台湾 谢谢大家